正所谓卢猫一时爽 一只卢猫一直爽 但近日 浙江一少年却因卢猫染上了一种叫猫抓病的蹊跷病 什么是猫抓病 它有哪些危害 2月2号 中医社记者就此采访了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天台医院感染科主任王宝增 这个猫抓病其实是一个感染性疾病 猫携带了一个特殊的病原菌 咱们叫汉塞巴尔通体这种细菌 在猫的口咽部被猫咬伤 被猫抓伤了以后 这个细菌在你伤口这块繁殖起来 就容易出现猫抓病的症状 王宝增介绍 感染猫抓病后 一般会出现发热 红白性丘诊等症状 常见的还有局部的淋巴结肿大 最常见的就是上肢的这种破损 然后这个叶窝的淋巴结肿大 还有颈部的一些淋巴结肿大 如果下肢的这种破损 可以引起这个腹钩部位的一个淋巴结肿大 这种情况再要就是发烧 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临床的症状 王宝增指出 猫抓病其实是一种自现性疾病 即靠机体自身的抵抗力 不需要外界药物附加处置就能够痊愈 在国内发病率不高 不用过于恐慌 但还是建议去注射狂犬疫苗 王宝增说 猫抓病有潜伏期 被抓伤或咬伤后可观察一至三周 如果出现感染症状 要及时就以诊治 不管是养什么宠物 咱们要定期去这个宠物站 咱们定期去做一个身体检查 要要求做的一个疫苗接种 要给这个宠物进行疫苗接种 日常过程中咱们养宠物的话 不要过度的亲密 或者过度的跟它做这个互动 动你再清洁 它可能在口腔里边 它的皮毛 它的爪子 带着各样各样的细菌 在你抵抗内积的时候 这种细菌侵蚀到身体里边 严重的不是局部的 这个淋巴结种大的问题 它严重的也可以引起 重要脏器的一些损伤